就上去了 为了让自己追上他们 他很快制定了三步走 首先是发挥优势 比如表情管理和舞蹈 金秋天的舞蹈在队内一直算不错 而且他系统的学过 在这方面很有优势 此外他的表情管理也可圈可点 比如有一场舞台 他因为胃胀气导致整个人都软绵绵的 但他的表情依旧清冷有魅力 完全看不出不是 其次是改变造型 金秋天之前因为染发导致发指极度受损 他干脆借着这个契机 大胆的尝试了短发 效果意外的不错 最后就是敢于尝试 以前的金秋天在自己不擅长的vocal方面 一直有点犹犹豫豫 不敢张嘴的意思 但最近他开卖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大家对他的好感度也是直线上升 这样看来他不是没有个人魅力 只是需要时间来发挥